高雄市議會在大選後召開臨時會 但藍綠兩方為了委員會改選問題僵持 七天下來累積留會十一次 二十四號下午三黨團進行協商 但才到一半就有市議員奮而離席 兩黨堅持體見 到現在預算都沒有通過 那高雄市政府怎麼做事 民進黨市議員黃明泰無奈又生氣 直說藍綠兩方要趕快有結果 原來是因為這一次高雄市議員當中 有兩位分別是黃潔和李柏毅選上立委 二月一號將進軍國會 該不該放進下個會期的委員會名單當中 藍綠兩方產生歧見 討論不出結果七天下來留會了十一次 甚至出現開會六十五秒 就因為提出清點人數導致留會 有些議員大勞員跑來卻都鋪了空 我每天還是這樣子 每天兩百四十公里的來回 預算能夠快速的通過 留會留不停三黨團二十四號下午協商 終於在約四點半討論出結果 委員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數 日期定為2024年2月1號下午三點 議長康育成宣布討論結果將會改選委員會 大家各退一步讓市政工作繼續進行 而三方也都說會把臨時會這段期間的出席費 通通捐出去 高雄市議會七天留會了十一次 二十四號下午終於有共識 回歸好好審預算終結 留會亂想 靜新聞楊樹 陳珊珊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政府針塗